那些药技师都会问说 已经过了几天啊 会不会常常用啊 现在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我们要八卦啊 我也不是想懂 我是LishaLisha一名药技师 今天我们来谈谈 紧急避应药的种类 紧急避应药的用法 还有紧急避应药的副作用 平安夜要到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 平安夜等于私生夜这个 比喻啊 虽然说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减少了很多 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东西 还是会发生啦 那有些东西我们也需要反范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紧急的避应药就是 Imagency Contraception 先说明一下我本身是没有鼓励 性行为这个东西 我之前有发一部影片 是关于女性生理周期的 然后就有人说我鼓励 大家发生性行为 没有没有 我只是看到很多年轻的女孩子 青少女 然后就意外怀孕 就查证很多问题 辍学啊 营养不良啊 baby过轻之类的 那我总觉得这些东西 通过教育 通过知识 都是可以预防 可以避免的 所以我决定来分享这个课题 那我还是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穿白袍 但是这边的表现 很专业 我还是穿着白袍 希望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 紧急避养药 emergency contraception 那另外一种说法 英文我们叫 morning after pill 那话我们叫 事后完 为什么需要吃这些药物呢 就是当一个女孩子 如果她有性行为的话 而且第一 她本身是没有在做任何的避养措施的 第二 不然就是有在用套 没有吃药 但是有在用套 但是那个安全套或者避养套 在这个性价的过程当中 它爆掉或者它滑出来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是被强暴 被性侵的话 这样子医院通常都会给一个 emergency contraceptive 这一次我们是谈到 口服的避养药 在药物局其实都是可以买到的 口服的紧急避养措施 就是有两种类 一个是 Lebanon Gesture 另外一个就叫做 Ubic Crystal Acetate 医药局讲 事后完最有料得 然后我们的牌子其实也不多 Lebanon Gesture这个定应药呢 它的特点就是说 在这个性胶发生过后的三天内 就是72个小时 72个小时 那一幅用的话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它有两种presentation 就是有两种选择吧 一种是一粒的 它就是1.5mg 然后就是在72个小时内吃 那一粒就好了 另外一个包装是 不一样牌子的包装 它是两粒的 那一粒是 75microgram 所以就是 进行了性胶过后呢 吃一粒 然后12个小时后 再吃第二粒 也就是再吃一个 75microgram的分量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呢 就是1.5mg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有的人会说 就是事后就直接把那两粒吃下去 就对了 Wolipristal Acetate的话 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 是只有一种牌子的 它比起Lebanon Gesture好处是说 Lebanon Gesture是在三天内 但是这个牌子 这个 Lipristal呢 Lipristal Acetate 它的有效期是在五天内 就是在120个小时之内 吃还是可以避孕的 如果去买这种药的时候呢 药局那些药器师都会问说 已经过了几天啊 会不会常常用啊 这些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我们要八卦啊 我也不是想懂的知道吗 但是是为了确保说我们推荐的产品 真的是可以适合到你的需求 可以解决到你的问题 无论如何哈 这些药物都不是 他们都不敢讲说100%可以定义成功 而且会造成一些副作用 最常见的就是 会造成经期不顺 可能本来 本来是20多号来预警的 结果10多号就来预警 或者你可能会一个月来两次 如果你常常要购买这个药物的话 我们会比较推荐 直接服用那种长期的病药 那种一天一里的 反而会更适合你 我觉得与其你把一个小孩子生下来 然后又没有对他负责任 然后继续研发很多社会问题 那不然就是还没有怀孕的时候 快点 BREAK一下 即才刹车 所以这边就是提供一个 可以BREAK的方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可以分享给那些很喜欢做爱做的事 来增加他们的知识吧 然后女孩子买 如果真的要买这些药物也 也不要害羞 然后要记得要保护自己 好不好 我是绿霞一苗吉士 我们下次见 Bye